可以啊 好凉快啊这个 坐一下吗 我坐一下 他俩坐这么近 所以西西已经转了 他俩已经很明显了 我只能说 你坐嘛 我敢 你像坐那个 你去吧 算了吧 那个 有点有点陷下去 第一天的心事好重啊这个人 好过去了过去了 还是要离西西近一点 颁奖上上 上才艺了 把脚趋护出来 把脚趋护出来 情非得已 咋得把想法给唱出来了 啊 对啊 帮你拍桌子 来 来 二姐 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 你的天真 我想真是谁 你是不是都没听过 这个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我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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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如果让自己靠得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上你是我情非可以 联系 舒服 好开心 你先去把衣服洗了 可以 等一下要洗一会了 走吧 你去把衣服洗了 我去拿一下脏衣服 你洗完了是吧 滴滴 滴滴脸有发脸了 哎呀 不知所措 最主要措索很聪明 她总能找到一个事 她能让这女孩跟她一起 就把她调走 我们俩一起去做一个什么 然后这刚好是这女孩 她可以做又需要做的 这个是她厉害的地方 但是迪迪呢 就是光顾着自己单独 一直在这单独 一点不社交 对 她哪怕说你会唱什么 我给你弹一个 然后我弹你唱 这不就把人给留住了吗 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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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走了 我去给你们倒 好 哎呀 这真太惨了 要找她去倒 你已经到垃圾了是吗 我想去走一走 你现在去到吗 去吗 你现在去走一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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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觉得家庭背景对择偶这件事情重要吗重要的我们举个手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觉得重要 我觉得不重要 很重要 这显得我很不合群 有我在 觉得显得你太年轻 那我也举手 我觉得小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俩想相爱就好了 我就不用顾及太多什么所谓家庭背景或这那的 如果你们俩相处的比较和谐 进入到结婚的状态的时候 那么就不再是两个人的结合了 一定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一个磨合过程 现在慢慢的大家的彼此的父母其实都挺独立的 你谈婚论嫁试试看 但总要见面的话 这个戏份融不融洽和家庭人 你接不接纳你那种感觉 你肯定是会有一些差异化的 我是觉得如果差距太大的话 你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从一开始一搭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不合适 就不可能会有下一步 那你到下一步的时候肯定是他身上三观什么的 是你能所接受的范畴之内的 但是小丁这么说的时候 辛姐却摇了头 就你在最开始接受的时候 可能你并不了解这个人是什么背景 但只是说针对这个人他会吸引你 但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决定共同价值观的是什么 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成长的环境 然后以及他从小接受到的信息 小丁你觉得辛姐说的对吗 说的对 其实有的时候 那就是两个自由的个体 来做一个无谓的结合 但是在这个结合过程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外界干扰的时候 其实就是两个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这个碰撞 那其实真的是跟所有的 一切的一切的成长的结构都有关系 你坐会儿秋千吧 你坐会儿秋千吧 可以 你坐会儿秋千 祝你 我来的 我来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